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叫N阶循环琴 英文的话就叫 Cycling 这个群我们通常把它简记为ZN 那一个ZI就是我们知道的照镜子的反射群 它的一个意味表示 ZN秦 所以我现在指出了只是它的一个意味表示 就是说它不是说我这个表示就是这个群美人群 比它还更抽象一些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表示 但是我把这个表示也记为ZN 因为就是它的一个比较不太平衡的表示 这只是它的一个表示不代表ZN 我这里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表示是比较有代表性 你严格的话 一样用出相的符号来描述 而且它还有不同于这个的表示 比如你起所有的元素都为E 所以它也是一个B的表示 但是这种就比较平庸的 特别低在这个表示 在这个表示下 这个ZI就等于1-1 对吧 你因为N起I的时候 你就是I的I拍 I的拍嘛 是吧 就是E好处理 然后Z3呢 等1 单位也肯定是有的 1的I三分之I拍 1的I三分之四拍 那Z3在这个表示下 你可以在一个单位圆上把它画出来 把这个相当于把360度做一个三等分 这个是这个点代表1嘛 这个点代表1的I三分之I拍 这个点代表1的I三分之四拍 所以N接循环形 你也可以在它的一个表示 就是一个非平用的表示 你可以在一个单位圆上将它做N等分 N等分 把这些用一个模为E的辅数来表输 那这只是它的一个表示 它可以将它抽象化 你比如可以将它抽象化 把它的陈发表弄出来 对吧 像这三情 这个1肯定是单位 把它记为1 把这个 记为这个A 把这个记为B 所以我们抽象的这三情 可以把它写成三种元素 这三种元素 这三种元素 你可以看它们一个特殊的表示 它们的一个自然乘法 乘起来是等于别的什么 然后反推出AB之间的 是吧 就是你对体这个 你就可以知道 EAB之间的乘法 由于A平方等于B 比如A 你这个东西平方 反正确实等于它 所以你得到一个A平方等于B的对应位 然后B平方等于A 它这里是B平方只有三分之八拍 你磨掉那个2拍 所以得到这个 然后AB 是伏逆的 A1等于E等于BA 就是有这些的话 你可以进一步的推出A的三四方等于B 等于B的三四方 所以 因为你看 一平方等于B A再乘一下B 不是 这个B再乘上A 就是A的三四方 是吧 所以 即使是对于N阶循环性的话 它的任何一个元素的N四方 都是分为A 对吧 所以 它的乘法表 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 E 就是说 真正的 真正的乘法部分的内容 是这里的元素 就是说 我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特征 就是每一行 它会穷尽这些元素一遍 每一行 都是EAB穷尽 每一列也是穷尽EAB元素 对吧 是有限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 在这个 每一行 或者每一列 秦岩都出现一次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